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末假日 不少游客在紫园附近观光 这场火灾引发不小骚动 综合日本放送协会 NHK 朝日新闻报道 位于京都市东山区紫园艇南侧的日式料理店铅花附近下午20-30份左右期货 京都府警方表示 期货点位于木造房屋二楼 延烧到附近五栋房子 警方说 期货时店内并无人用餐 只有四名工作人员 目前得知莫人受伤 火灾现场位于京板紫园寺 站往东约100公尺 靠近店铺群聚的闹区寺 通 观光客在周末假期非常多 京都府警方一度封闭寺 通的通行 晚间预定在千花用餐的中国观光客说 听说千花是知名料理店 很期待前去用餐 虽然在朋友推荐下已于一个月前预约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汗事 在附近日式点心店工作的女性店员说 很可怕 烟都吹进店内 她们赶紧戴上口罩 发生火灾的千花是霍米其林三颗星评价的名店 根据店家网页显示 千花创业于1946年 曾连续9年霍米其林三星评价 警方表示 期货店家几乎复之一具 且延烧到乡邻的住宅 和寄贡五栋房屋遭波及